我的娃娃呢 刚刚还在这儿呀 不会吧 是她 难道她回来了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小雅是我的同班同学 她总是穿着破旧的衣服 而且从来都不说话 班里的同学都喜欢欺负她 直到有一天放学 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 她被几个女生围着 他们抓着她的头发 把她按到地上 书包扔在一边 书散落了一地 女生们嬉笑着骂了她几句 然后又在她身上踹了几脚 最后嘻嘻哈哈的离开了 看着她狼狈的样子 我觉得她可怜得很 于是我走过去 帮她把书捡了起来 她显然被我吓了一跳 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就跑掉了 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啊 我朝着她的背影 喊了一句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 不过从那以后 每天放学 她都会跟在我的身后 直到有一天 她突然问我 我 我能和你做朋友吗 当然啦 我笑着回答她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 她每天都会问我一遍 我们会一直都是好朋友吗 而我每次也都随意的回答道 当然啦 直到一个下雨天 我忘记带伞 好朋友小美决定送我回家 但是当我们刚出了校门口 我就发现了小雅 她拿着一把破旧的雨伞 站在门口 她 是在等我吗 但就在这时 小美告诉我 你看这个小雅 我告诉你 他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她妈是精神病 她也是精神病 你以后可离她远一点 和这种人沾上关系 可没有什么好事 我尴尬的笑了笑 这时我发现 小雅正面无表情的盯着我 但是 年少的驯荣心作怪 我忽视掉了她 和小美有说有笑的 经过她的身边 我心里虽然有些愧疚 但是我还是不想让人知道 我和她走得很近 当我回头的时候 我发现 小雅 已经没了踪影